嗯 Hello大家好,我是麻铃薯小姐彥琳 大家还记得冬季的时候呢 有跟大家分享踏青的虾黄姜母鸭跟胡椒鸭 那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嘛 常常会因为天气很炎热 然后导致食欲不震 所以呢,他们家又推出了新口味 听说是吃了很开胃,而且又很清爽的洋葱鸭 然后我知道小编他非常爱吃鸭,是不是? 你只有这个时候才会想到我而已 加上他的份量非常大分,所以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于是呢,今天也是邀小编来一起品尝看看咯 就是这个洋葱鸭 其实呢,他们家的特色呢 就是一整支的全鸭料理 去头去尾,还有鸭翅跟鸭脚 就是保留一整个鸭身肉给你 你看,这样一整支我怎么肯吃得完,对不对? 他们一样呢,也是选用上等的土饭鸭 真的老实讲,我吃过他们家的鸭肉以后 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了 因为他们家的鸭肉真的是会让你回味无穷 你知道里面有一公斤爆量的洋葱 这个鸭呢,已经被满满的洋葱塞爆了 上次呢,我们吃的胡椒鸭 它是使用马来西亚进口沙拉月的白胡椒嘛 这一次呢,是使用黑胡椒 所以它的口味上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等下你在吃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很像那个牛排上面的黑胡椒酱汁 好,现在呢,我们把它煮一煮 好,那我们现在来吃卤味吧 好,这一桶呢,都是卤味 那它的卤味呢,有各式各样 有海鲜的,有鸡肉的,也有内脏的 我一个一个来介绍 招牌胡椒粉肠 这个呢,我觉得敢吃粉肠的朋友 真的可以试试看 然后再来 Q弹胡椒鸭蛇 这个是鸭蛇 然后再来,这是我非常期待的 深海霸王胡椒大鱿鱿 好特别喔,是胡椒口味的鱿鱿 这个等下一定要试试看 然后再来 蕉脂满满的胡椒猪肚 胡椒鸭脚 那个鸭脂的脚装在这边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量太多的话 你可以买它的鸭脚鸭翅 像这个就是它的鸭翅 这我之前也有吃过 但我等一下呢,想要用一个特别的方式 我想要烤来吃 因为听说用烤的也很好吃 胡椒霸王别鸡腿 这个鸡腿也是我很期待的耶 好,还有鸭蒸 这个是三色藜麦仙谷糯米肠 喔,这个感觉好健康喔 它里面是用藜麦仙谷去做的糯米肠 这个也蛮有特色的 你想吃什么?先来选 鸭翅我也想要吃烤的 鱿鱼是一定要的嘛,对不对 鸭蛇我也想试试看耶 鸭蒸那听说蛮Q的耶 鸡腿糯米肠 鸭翅也一定要的 鸭翅跟鸭腿 我觉得先这样子 那我们赶快先去处理一下咯 好,我们已经准备了 满满一桌的乳味 我觉得吃个乳味呢 也要非常的有仪式感 所以我们呢 有稍微的摆盘了一下 我感觉好像在野餐喔 因为现在不能外出嘛 就在家自己来做一个假装自己在家野餐的样子 我很怀疑我们两个吃得完吗? 应该是可以啦 其实它的那个分量蛮多 我们是挑一点 因为我觉得如果全部倒出来 应该是吃不完 其实大家也知道呢 我是不敢吃内脏的嘛 可是我今天就想要来挑战看看 加了白胡椒的乳味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口味呢? 那我想要先来试试看这个深海鱿鱼好了 就一直还蛮期待它有鱿鱼的 它鱿鱼其实还蛮厚的 这个我们有自己先把它切过 因为呢切一块一块会比较好咬 好香的胡椒香气耶 其实他们加的这个乳味 一样也是出自于谢师傅的40年老手艺了 而且呢是用后宫蒸工夫乳制出来的 他们先用独立乳汁原汁原味的呈现 然后呢再用蒸焖工法 把这些乳汁精华呢全部锁住 它的肉质跟口味呢不会因为加热过后而泡味 满满浓郁的都是那个胡椒的香气耶 接下来呢我要吃它的鸡腿了 其实它鸡腿一包呢有两只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一只就这么大一个了 超大鸡腿哦 它不是只有棒棒的 可是连腿块都有 所以你一只我一只 我们这样应该就吃饱了吧 很重耶 这个鸡腿肉 好像一把骨头 你看 它已经炖得很软了 你看 对耶 汤汁都滴出来了 那我就试试看它的那个鸡腿肉 非常滑嫩鸡腿肉 我觉得这个鸡腿肉也是有满满的那个胡椒香气耶 有没有 鸭翅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是有吃过了 那这一次呢我们是直接拿来用烤的 因为我们没有试过用烤的鸭翅呢它的味道会怎么样 嗯 我觉得用烤的那个鸭翅啊又有烤的香气了耶 重点是它的味道完全还锁在这个肉质里面 不会因为呢烤了然后变比较干 它的水分蒸发然后就没有味道 它还是非常浓郁耶 看电视呢边吃 然后再配一杯啤酒 收到啤酒 哈哈 准备了 这次来做客还这么客气 好那我们来干杯 干杯 想试试看它的鸭翅 它鸭翅中间是呈现粉红色的 好有嚼劲喔 可不可不可 而且没有腥味 因为其实我真的超级怕内脏的一种腥味 它完全不像在吃内脏耶 再来一杯啤酒 小便这个鸭翅超大一个耶 哈哈 它的鸭脚其实也是有处理过喔 你看它有把那个指甲都清除干净了 我上次有说 我就很怕那种鸡脚鸭脚它的指甲还在 我就不敢吃 那有处理过的话我就敢吃 真的是满满的胶脂耶 这个也很适合来杯啤酒 这个我们有哪去烤喔 超级软 而且它带有点甜味耶 它里面很像果冻一样耶 就是有那种QQ的交集耶 它还有一个糯米肠也是蛮有特色的 里面好像有豆子 冰嘴道 我觉得它是糯米肠很好吃 它的肠衣不会说要咬又咬不断的那种耶 里麦的那个口感也蛮好吃的 好 其实刚才在吃乳味的时候呢 我旁边这一锅的香气啊 整个扑比尔兰 现在呢我想要先来试喝它的汤筒 诶 这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 我原本以为呢洋葱也是有点辛辣的 应该是更重口味 没想到它蛮清爽的 洋葱煮过以后啊 它会释放出它的甜味 所以整个好像天然的甜味剂 你知道吗 真的超清甜的这一锅 这锅呢也是由谢师傅亲自炒到 而且呢它也是传承台式古早味的石头火锅 它是有搭配洋葱还有三鲜 像是金钩虾鱼露还有便宇 拿去爆炒爆香以后呢 再加入鸡骨高汤 它的这个高汤里面全部原汁呢 就已经渗透到鸭肉里面了 它完全不嗆也不辣 它就是非常温和的一个味道 脸皮带肉的撕开来了 哇塞 而且呢它的肉质还是呈现很粉嫩的颜色 有没有 好我现在要开始吃鸭肉了 嗯 嗯 我们这样吃好像也比较养生一点 好其实大家都知道呢 现在的宅配美食越来越夯了 大家都不能出门嘛 只能待在家里 所以呢只要上网点一个按键 然后呢食物就送来了 你看我们今天这样吃一桌下来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饱 已经可以吃两餐了耶 并加上呢 因为现在天气也非常的热 夏天到了 就是吃很多东西呢 都会觉得很没有食欲 所以呢现在就需要来一点的 比较清爽一点的 但是又有味道的食物 那我觉得洋葱鸭 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很适合跟朋友啊 还有家人一起吃这一锅 因为它真的非常好吃 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呢 也可以在我的底下的说明栏 我会贴上连结给大家看咯 那我们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按赞跟分享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记得帮我订阅 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记得帮我开小铃铛 我是玛丽书 下次见咯 拜拜